李密有秦琼、程瑶、金等众多猛将,又手握几十万精兵,为何仅在两年内就迅速走向灭亡了呢? 今天大家跟随小编的步伐,让我们将视野放到隋朝时期。 隋朝在我国历史上的时间非常短暂,在位的也只有隋文帝和隋阳帝两位。 后来因为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修建运河,三次出征高沟离,所以导致国库空虚,百姓民不聊生。 所以,在隋朝末年,天下大乱,各地起义军纷纷揭杆而起。 在这众多的起义军之中,李密算得上比较著名的一个,从李密的出身来看,他的家世算是十分显赫,出生在关隋贵族集团。 他所领导的落口政权在隋朝末年时规模最大,战斗力最强的起义军,作为隋末唐初著名起义军的首领,李密凭借数十万大军和一众猛将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势力,威震天下。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,李密的军队十分强大,他完全可以将各路的起义军结合起来,让自己的队伍进一步壮大,但事实总是如此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 虽然他实力雄厚,英勇善战,但是在短时间内却迅速败亡。 这让人很不解,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的结局如此凄惨呢? 相信看完之后,你的心中会有答案。 从时间线上看,隋朝之后就是唐朝,李密除了要对抗隋朝的反起义军,还要抵挡得住唐朝的军队。 从客观的角度看,李密拥兵数十万,他的这些军队并非虚张声势,而他手底下那些得力干将比如秦琼、李济、罗世信、程耀金也都是文明天下的猛将,战斗力超群。 但不可忽视的是他们所面对的并非普通的敌人,而是唐朝的精锐部队。 虽然当时看起来实力最强的是李密,并非李渊,但是他派出的军队实力也是不容小觑。 在这场战役中,李渊派出了由李世民亲自指导的精锐部队。 这些士兵们都是经过长期训练和魔力之后才上阵杀敌的,他们各个武艺精湛,战斗力高强。 反观李密的军队虽然有很多名将,但是他们并没有经历过长期的训练和魔盒。 军队中士兵和将军之间无法做到完美的团结一致。 所以战斗力相比,李密和李渊的军队就有着十分明显的差距。 而且虽然他手底下有很多猛将,但是这些将军都自成一派,有自己的作战理念和作战风格, 他们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,所以经常争夺指挥权。 将领之间不和谐,所以在战争方面容易造成指挥失灵或战术不佳的情况。 另外,统治者本身也存在问题。 李密虽然拥有一众猛将,但是他不会使人,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。 李渊就不同了,李渊善于选拔重勇人才,做到才尽其用,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。 李密目光没有李渊长远,李渊冷静沉稳能够做到审视夺势。 但是,在关键时刻做出当下最正确的选择,李密就不一样了,他性格刚烈,容易冲动。 例如在和王世冲的那场战役中,他原本应该以手代弓,这是最佳的策略,但是他却盲目出击,结果可想而知,就算他有多少猛将还是大败而归。 所以,李密的迅速败亡和他自身的性格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。 纵观我国历史,无数场战争告诉我们,一场战争取得胜利,有时候和兵力多少并没有多大关系。 更重要的是指挥者的指挥和军队的整体素质。 如果军队上下不一心,军心涣散,没有统一的指挥和具体的行军战略,纵使李密猛将如云也不会成功。 而且,行军打仗,前线奋斗的士兵很重要,后勤也非常重要。 只有后勤保障好了士兵们的日常吃住,打仗的时候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。 如果在士兵装备和补给方面存在着问题,那么行军打仗,他们就是父辈受敌,内外堪忧。 虽然他拥有数十万兵力,但是他的装备并不完善,缺乏足够的精良武器和战术策略。 正所谓,攻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 士兵上战场打仗,没有一件衬手的兵器,可以说是士北功半,战斗力也会随之下降。 而李渊的军队则能够做到在设备和补给方面充足,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斗的最终结果。 还有一个就是李渊政权内部存在着矛盾。 他刚开始领导的起义军都是河南出身的农民,成为部队首领之后,才会有大量的随军将领官吏等加入他的政权,组建了他的私人武装部队。 罗世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他刚开始是随朝将领张须陀部下最凶残的一个人,他曾经在战争中每杀掉一个人,就割掉他的鼻子。 裴仁基也是出身世家大族的人,刚开始是随朝进军的将领,后来才投靠李渊。 同样的,还有张须陀。 总的来说,李渊的军队中有世家大族,也有平民百姓,有的人原来是随朝的将领,曾经的敌人。 他对待世家大族以及前随朝的官吏都十分宽松。 虽然说广大人才是好事,但是不论身份全部都收纳起来,就会引发内部动乱。 这样一来,李渊与前朝将领存在着矛盾,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也存在着矛盾。 这是个阶级,同处于一个政权之中,难免会出现问题。 这些矛盾不可调和,只会越来越激化。 因为他本身也是出身于贵族,所以他代表的也是地主豪强阶级,平常信任重用的。 很大多数都是他们这个阶级的人,对于瓦岗旧将士兵已经渐渐疏远了,所以政权内部矛盾不可调和。 如果他一直胜利的话,矛盾不会凸显,一旦失败就会显露出来,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。 钱文刚才说,李密被王世冲击败。 当时他手下包括瓦岗将士在内,至少有两万的士兵,比起李密当年的起兵人数少不了多少人。 但是他并不敢用,他没有奋起抵抗,而是直接向西头靠了唐朝。 因为李密和他一样,也是出生于关隆贵族集团。 从这里能够看出李密的阶级性,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本质不可调和。 再加上领导者本身也是上层阶级的人,所以最后李密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。 综上所述,导致李密迅速败亡的原因,归根结底就是他面对的军队不同,他清敌了。 加上后勤保障没有坐到位,将领之间没有坐到相互配合,统治者本身缺乏领军的智慧,军队内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。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,一个强大的军队需要有合理的组织结构,一个完整的指挥体系以及充足的装备不及。 只有后勤保障坐到位,将领之间互相配合才能够发挥军队真正的实力,提升军队的战斗力。 李密的迅速败亡并不是他的个人问题,而是军队整体问题。 我们也能够从这场战役中吸取教训,加强军队的素质训练,注重培养将领相互配合的能力,加强后勤保障实施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够在战争中做到战无不胜,长久的立于不败之地,全面捍卫国家的安全和利益。